今天的追踪第一线我们要带您关注 国际现货金价续创历史新高 已经突破每盎司2500美元大关 中国央行更提供新一批的进口黄金额度 这也让外界预期黄金最高点还没到 更进一步详情要交给北京特派记者敏珍 大陆央行在经过历史两个月停止发放黄金进口额度以后 8月上旬是再度批出黄金进口额度给多家的本地银行 那么就有评论认为大陆央行先前暂停批进出口额度 是因为金价站在高位市场对黄金的需求减弱 但最近的需求是重新上升的 那么就有分析认为从持续优化国际储备结构 还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角度出发来看的话 后期大陆央行增持黄金还是大方向 那么目前国际现货金价是突破了每盎司2500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外媒就报道了 大陆央行向部分本地银行提供新一批的进口黄金额度 预料将会刺激黄金的进口量 那么有分析师就认为 大陆的强劲购买是国际金价今年3月到4月上涨的关键因素 如果需求再次回升 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推高金价了 那么目前大部分的机构还有专家都是认为 在当前的形势下 金价后续都是还有上涨的空间 那么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联准会9月降息预期持续升高 从历史的惯例来看 黄金往往会在美国联准会降息周期 会有比较好的市场表现 不过对中国人民来说 如何提升经济恐怕是现阶段最重要的议题 我们来看国务院李强他喊话 要把重点放在刺激消费上 所以也有学者提出消费券或者是现金的方法 又是怎么一回事交给敏珍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 表示必须大力提振经济 将把重点放在刺激消费上 那么李强他说到刺激消费的重点 要放在抓好增长性带动性强的领域 那么就是要加快服务消费 促进大宗消费 将会研究提高农村和城市地区家庭收入的措施 并且会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适当的帮助 那么大陆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认为应该要考虑向消费者提供至少人民币一兆元 也就是约合4.5兆台币的支持 无论是在现金还是消费券上 那么路透就分析了 鉴于过去的阻力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对于北京是否会实施消费券的措施 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那么还有大陆的策略师认为 优惠券的影响只是一次性的 只有当受到危机打击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股市开始复苏 大陆的消费才会持续的回升 那么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 他也发布了文章说到 整体来说 对2024年大陆全年的GDP增长4.9%的基准预测 面临着显著的下行风险 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活动拖累 可能超出预期 以及财政政策的偏景 那么预计下半年的GDP增长 会比第二季年增4.7%好 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速还是放缓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